公读圣马斗福音 梅塞和厄利亚向他们显然 并正在与耶稣谈话 百多六遍对耶稣说 主 我们在这里真好 如果你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 一个给你 一个给梅塞 一个给厄利亚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看啊 有一片光耀的云彩笼罩着他们 从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钟爱的儿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了都盖着念 伏在地上 非常害怕 但耶稣过来 摸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抬头一看 什么也没有了 只见耶稣一日 他们下山时 耶稣吩咐他们说 在人子从死者中 复活以前 不可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人 上主的话 上主的话 是无论的 后面下来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